三岁的音乐人刘家昌 日前和前妻珍珍以及儿子闹翻 控诉两人 逃漏税 夺缠等五大罪状 更曾痛批自己是从媒体上才知道 儿子改名 违反人伦 这回又在微博上写下2000字的长文 字接家丑 贴出的声明书上还提到 因为刘子谦改名张立恒 既然不姓刘不是刘家人 不容许碰触他所有的版权 因此将终止授权 母子良使用管理收取所有的版权收益 儿子张立恒先前在脸书上 po出小女孩牵着牛的梗图嘲讽 图上写着 我把牛牵来了 你继续吹 似乎一有所指 而前妻珍珍也发文痛骂刘家昌 不用假惺惺 装可怜 摆出一副委屈模样 歌曲版权早就高价卖给我 还扣什么收入 你这么多赌账 我帮你还了多少自己有数 还强调 儿子脱离你的魔爪很开心 非常幸福 当初儿子传唱度最高的这首念你 虽然爆红 却并非正面的方向 现在已经转换跑道 当演员的张立恒 会不会想再唱还很难说 但歌曲作者发声明 拒绝授权有用吗 这个授权合约呢 通常都会记载说 不可以单方面终止合约 如果单方面终止合约的话 可能会有所谓的 违约金的问题 可能会转向 著作权这边才做求偿的动作 以台湾来说 音乐版权只要上串流平台 KTV影视作品使用 甚至店家营业播放都要付费 每个艺人价码也有差 只是通常这些版权 都握在专门的公司手上 而负责刘家昌 音乐版权的工作室 是登记在前妻和儿子名下 片面终止合约 是否违约 恐怕还得看合约书上怎么写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